哈佛加训 让兔子奔跑 小兔子是奔跑冠军 可是不会游泳 有人认为这是小兔子的弱点 于是小兔子的父母和老师就强制他去学游泳 小兔子耗了大半生的时间 也没学会 他不仅很疑惑 而且非常痛苦 猫头鹰说 小兔子是为奔跑而生的 应该有一个地方让他发挥奔跑的特长 看来世界上还是有智者 看看我们的四周吧 大多数公司 学校 家庭 以及各种机构 都遵行一条不沉稳的规律 让人们努力改正弱点 我们整个教育制度的设计 就像补暑器一样 完全针对人的弱点 而不是发现和激励一个人的优点和特长 公司经理人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有缺点的人身上 直在帮助他减少过失 父母师长注意的是孩子成绩最差的一科 而不是最擅长的科目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 而不是去发现优势 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那就是 只要能改正一个人的缺点 他就会变得更好 只要能修正一个公司的缺点 这个公司就会更优良 可悲的是 这种推断是完全错误的 只注意改正一家人 一个公司的缺点 而不重视发挥它的优点 只能造就一个平常或平庸的人或公司 每一个人一生差不多只能做好一两件事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 让每一个人都具有做好一百件事的本领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最应该做的 就是从一个人身上 发现他能做好一件事的特长 然后激发这种特长 强化这种特长 如此 他便可以安身立命了 一定要让猴子唱歌 一定要让鹦鹉举重 这不仅是残忍的 也是愚蠢的 应该有一个地方 让人们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应该有一个地方 让小兔子跑个痛快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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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